秘密 這是秘密 這是秘密 他現在是有跟講他要像紅人 他應該是講他要像紅人 加油 秘密有怎麼辦 趕快拍到很像 拍到很像 拍到很像 OK不猶豫了 就直接唱了 因為這首歌對我意義很大 加油 大家拜拜 沒事沒事 加油 你們站的感覺看起來畫面怪怪的 為什麼 對 像紅人你好像突然長高很多 沒有我只是逼自己一定不能脫背 所以這個拉的比較 對 你很瘦齁 就吃不胖 吃不胖 你很喜歡惹寬姐 我覺得你真是面對寬姐講的話 對啊 我又沒有在你面前唱歌 你幹嘛在我面前彈吃不胖 寬姐不吃都胖 對 紅人準備的是什麼 我寫給我爸的一首歌曲 叫做Bobby Akin 哦 蕭紅人 從小懷抱歌唱夢想 十一歲參加五燈獎 獲得五度五關的優異成績 從此與音樂 結下不解之緣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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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在外面都留 然而 在菜市場討生活的爸爸 擔心音樂的路太艱辛 會吃很多苦 因此堅決反對蕭紅人 朝音樂發展 蕭紅人渴望完成夢想 卻又心疼爸爸養家辛勞 在兩男的情況下 他將心情寄託在歌曲中 想告訴家人 不論成功與否 他都是爸爸的鮑鮑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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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警睡叫寶寶寶 他都敢游風 威城 bleibt 因為而且壞進去由 也要此禮 为了什么关系 为了心我 为了不听话的我 跟你作伴 都知道我 因为有你 把我搁配当 我面有风在头 你哭哭骚 我心来真的 很疼很疼 我没关系 我没法度 这里叫我 风气唱歌的路 你感知 我就是你的 我背着走 我 自己作伴 都不知我 因为有你 把我搁配当 我面有风在头 你哭哭骚 我心来真的 很疼很疼 我没关系 我没法度 听你叫我 风气唱歌的路 你感知 我就是你的 成功也失败 我也是你的 世界都变化 永远是你的 不悲恰 保不悲恰 我愛你 謝謝 謝謝 很感動 我很流鼻氣了啦 當歌手真的要有手氣你知道嗎 就碰到蕭鴻人 這手氣壞你知道嗎 手氣很壞 因為真的都唱得很好 然後造型 蕭鴻人造型現在越來越好了 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就你們準備的啊 謝謝你們 謝謝 對不起 我剛剛跟那個木工道歉一下 所有單位沒幫你準備是吧 這樣就沒意思啊 這樣怎麼意思 好 兩位歌手你覺得 我覺得今天兩位歌手 唱全世界的歌曲都 我覺得都四平八文的 各自的表現的方式都不同 那麼其實蕭鴻人一直 是個很有經驗的歌手 總是在經驗上 他很容易取得 比較直接優勢的感覺 那麼有一些 剛參加的人總是會比較緊張 對 我覺得未來參加的人其實 日子更不好過 在心理素質上要加強 要加強 那如果硬要從他們兩個中間 找到一點點的差異的話 就是特別性 紅人的聲音可能就會比較 這就是鑄唱歌手跟發片歌手的 一點點的差異 可能奎又要在自己的歌聲裡面 再找到一些特色 不過今天兩個的歌聲都讓我們很感動 我們要看看三百萬觀眾 他們有沒有感動 那我們要打分數了 好的 我想一定是多少都被這些歌手的表現給感動到 來 這位美女 你怎麼看 紅人跟奎又的表現 我覺得以歌唱技巧的話 我比較喜歡紅人 對 因為 他這首歌就是真的有 讓我覺得說我進入了他那個情境 對 那 賴奎又的話呢 我沒有想要飄揚過海那種渴望的心情 對 先生啊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蕭紅人的歌 因為他唱得還蠻有感覺的 他會讓我想到就是在家鄉的父親這樣子 那他就是我父親最近身體比較不好 那也很久沒有看到他了 那希望他能好好保重自己的身體這樣子 我覺得我們節目好像心靈雞湯一樣 有人想起馬祖的事兒 有人想起 不過真的要為父親加油 祝他身體健康 下次帶他一起來玩好不好 謝謝你 各位朋友 到底這兩個高手 露死誰手交給五位老師 曉燕姐 蕭紅人上次是九千分 今天是幾分呢 他從來沒有低過八千五 來 看看他的分數 是 蕭紅人參賽以來 已連續四次拿下全場最高分 今天他用真摯的情感 唱出父子情聲 感動所有人 他能超越九千分 再度成為今天的MVP嗎 蕭紅人上次是九千分 今天是幾分呢 他從來沒有低過八千五 來 看看他的分數 是 八 八千 八千七 漂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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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非常恭喜紅人 今天得到八千七 奎佑 八千二 雖敗優柔 謝謝你 來參加紅人衛冕成功 五千六 先找人 武士 四千七 在三千三 八千七 紅人 五千六